最高人民法院相關負責人 就生活中遇到的風險 向廣大老年人做出提示 一些不法分子 以老年人關注的養生 養老服務 養老投資等名義 進行詐騙 贈送禮品 打感情牌 誘惑老年人進行不理智大額消費 如何識別詐騙套路 怎樣做好防範 晚上好 這裡是正在直播的 央視財經評論 我是主持人張琳 來關注如何防範 涉及老年人的騙局 27號 最高人民法院 發布了第三批 老年人權益保護典型案例 相關負責人 針對目前常見 或者高發的涉老案件 就生活中可能遇到的 風險向廣大老年人做出提示 那麼當前有哪些新的 涉老騙局值得警惕 如何識破騙子的套路 而更重要的是 隨著老年人對養生健康需求的 逐步提升 全社會如何在服務和產品供給方面 進一步的優化 不給騙子以可乘之機呢 維繞這個話題 演播室今晚邀請了 兩位財經評論員 和我們大家來一起探討 我們請到的是包冉和杨富江 歡迎兩位 首先呢 我們來看一看 近期上海警方 偵破的一起案件 在這起案件中 詐騙團夥是虛構了醫學背景 主打親情牌 又騙老人高價購買產品 從中牟利 畫面中正在接聽電話的是 家住上海浦東的趙先生 和老伯一起住在離兒子三公里外的小區 直到上海浦東警方找上門 老人還被詐騙分子蒙在鼓裡 已經購買對方謊稱的全能營養業好幾個月 電話中詐騙分子謊稱自己有專業的醫療團隊 稱呼被害人為老爸來跟老人套近戶 獲取老人信任之後把保健品高價賣給了老人 無獨有偶2021年5月份 上海的張女士也接到一個電話 對方聲稱可以給她免費看病 如果每月購買公司產品 幫助其完成業績成為總經理 還能每個月返還他3000元補貼 你跟他們見過面嗎 沒有 他怎麼聯繫你的 一直提過你 那麼一有文物業嘛 有交付籍票 三期四期 那麼這一個的樣子要兩次 張女士告訴記者 錢不夠時他還找朋友借錢 累計金額達10萬元 近期他聯繫對方要求返還補貼 對方以各種理由推託 才意識到可能被騙 並選擇報警 2022年3月7號 上海市公安局浦東分局 以詐騙案對該案立案偵查 辦案民警發現犯罪團夥在江蘇省南京市 採取電話營銷 郵件投递虛假中獎信息等方式 騙取被害人信任 後以誇大功效的方式 高價出售保健品 受害者人數達到上千人 短片中我們看到 詐騙分子打的是感情牌 甚至直接叫對方老爸了 像這種溫情的這樣一個騙局 似乎我們的老年人很難識破 突面而來的這種熱情 確實有點嚇人 是的 其實是這樣 我們都說老年人每個人都會老 對吧 老年人的朋友們有時候對於情感的呵護的需求 是比較強烈的 對不對 尤其是比如說空巢老人這樣的情況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如果說他遇到了一個有組織的 有鬱毛的 而且是有所謂的方法的 對吧 有台本的 有台本的 他是一整套的這樣的話術體系 甭說老年人了 咱們這些中青年恐怕也很難 很難招架 很難招架住 所以說在這個時候 他在輔植以所謂的感情牌的話 很容易讓老年的用戶 會陷入一種衝動 所以這裡面我特別想提示一下 包括老年朋友在內的 各個年齡段的朋友們 我們在遇到這一些的很多的話術的時候 我們要避免衝動消費 因為最後他詐騙能不能成功 主要看你最後的消費行為 也就是錢給不給出去 對不對 東西有沒有買 那是結果導向的 結果導向的 那麼這時候衝動消費 尤其是感情上的情感上的衝動 往往會在那一刹那的 讓你可能丟掉了很多的警惕 這時候可能找朋友 找子女 找這個老同事老朋友問一問 有時候局外人的一句話 就可以點醒局內人的迷茫 對不對 是不是這個道理 或者不妨沉穩一點 稍微穩一穩 但凡說要你花錢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就敲個警鐘 對 問題是他不會一上來就跟你要錢花 好 他前面有很多鋪墊 比如說常見的情況大概三步走 第一步呢導流或者引流 這個在互聯網時代一點不陌生 我創業了 掃個碼 我送你一個小禮物 或者說你辦信用卡嗎 送一個拉杆箱 它是一回事 但真的老年人常見的呢 送雞蛋 送不鏽鋼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就這麼受歡迎 再比如米面油 做家務很常用嘛 基本就這些嘛 或者這個清潔劑等等的 然後悉尼老年人來參加活動啊 免費來聽一聽 或者掃碼關注 留一個聯繫方式 這是引流 第二步呢就是培養 其實剛才就是這種感情公式啊 獲得信任啊 那麼培養呢有上來就叫老爸的 有上來呢就套近乎的說 我也是這個學校畢業的 您跟我一個叔叔長得特別像 除了情感上的 他也確實做一些這個具體的行為 比如說我給你洗腳啊 給按摩啊 或者說過生日的時候 給你一個送一個驚喜啊 送一件衣服啊 送個等等的 可能你家裡的子女 都忽略掉的東西 他去填補了 對 情感公式 另外這個逃離滿天下 學生是不是都特別喜歡你啊等等 這些說的老年人非常高興 而這個過程呢 它又可長可短 那短的可能幾天 但長的可能埋線 會埋個一到兩年的時間 因為有一些老年人很警惕 他又發現 你對我都這麼好 一兩年你還不提 這個要錢的這個要求 那你肯定就是個好人對吧 而第三步就窮圖 圖窮匕首線 那肯定就導向前 無論說買保健品也好 還是我們這有個投資項目啊 或者買一個房產的這種項目 最後就開始掏錢了 而剛才其實也提到 哪些老年人比較容易被盯上呢 也是三類老年人 第一類老年人收入比較高 這個好理解 就退休工資高一些 有社保啊 或者還有一些其他的 残產性收入 比如家裡有房子 收房租等等的 這個很容易被盯上 因為它的收益是更大的 第二類呢 相對而言就是更脆弱 比如說對自己健康問題很焦慮 對於保健非常感興趣 或者說呢 這個跟子女之間的溝通 也不是特別好的情況下 感情上就容易趁虛而入 而第三類呢 就是報案的可能性更低 比如說一些老年人朋友 可能比較自信 或者說過於自信 我什麼沒見過 什麼套路沒見過 我不可能上當 還有些特別愛面子 對還有特別愛面子 還有一些呢 就是還是跟子女關係 比較緊張 他意識到出問題了 他不敢聲張 他怕落埋怨 落鼠落 他怕怎麼樣 所以就吃啞巴虧 但是這裡面我必須要說一點的是什麼呢 責任絕對不完全在老年人朋友 當他處於情感的空窗 當他處於可能子女的孝順孝敬的空白 當他可能處於一種說愛於面子 沒有一個知心的朋友 或者知心的這樣的一群朋友 來幫他觸摸劃策的時候 我認為這時候呢 杜絕他這種的漏洞的關鍵 其實還不完全在防詐騙本身 還在於給他營造一個更健康的 更有團隊性的 更有團體性的 更付親情的老年的生活 這樣的話呢 他在很多時候 他才不會被趁虛熬入對不對 我們其實看到比較極端的例子 就是有的大娘會說 小伙子你都陪了我兩年了 你就說吧 你想賣我點啥你就賣吧 就是他其實是知道這個情況的 但是這種情況 我們確實也不能夠送人家 還不過面子了 對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起案例 剛才兩位都說到了 像免費蒸雞蛋開會送掛面 排隊領廚房用品 這些看似天上掉餡餅的好事 時常就發生在這些老年的身邊 這種以老年人為目標的 會議營銷騙局 就是先示意小恩小惠 再通過表演讓餐會老人上鉤 最近廣西南寧警方就盯上了一個會銷活動 經過多天的取證一舉戳穿了騙局 我們來看一看 船這個養生知識 會後就直接發放雞蛋給老年人 第二天呢就是開始推銷那種被子 這幾十塊錢只是走個流程 會後的話馬上退還 第三天對方以骨折架跳樓甩賣 號稱市價千元的所謂保健品 見老人猶豫不定 他們又稱 凡當場下單的 送同等價值運動鞋 或直接返現金 第四天 會場開始推銷電器了 也跟老人說 這個電烤箱是免費贈送的 但是也要一時一時走個過場 就交1200塊錢 約定在下個月的某一個時間段 退款給老人 現場十餘名老人直接付款 連續取證多日的民警 及時介入制止 按照我們以往了解的套路 產品越來越貴重 也相當於所謂走流程的錢 將越來越多 到了最後聯繫不上他們了 錢也退不回來 目前警方已協調主辦方退款 並現場宣講了房片知識 隨後五名講師 財務 後勤等人員 也被要求配合 市場監督管理部門調查 目前偵辦工作還在繼續進行中 剛才這個短片中我們看到 會營銷 贈送禮品 從送雞蛋到廚房用具 讓餐會老人上鉤 類似這樣的套路和騙局 我相信在現在很多地方 都在上演著 幫人還見過哪些 可以幫我們的老年人 一起來增加一些 防範騙局的這樣一些經驗 實際上從大的分類上來講 我們看到一種剛才叫情感攻勢 還有一種是什麼呢 叫做環境攻勢 人往往都有從重的效應 說這一個人給我講 說你要怎麼樣怎麼樣 你看我這有什麼好東西 可能我確實充滿警惕 但是如果是一堆人給我講 或者是一堆人跟我這樣一群人 多對多的來宣講的話 很可能人會被當時在場的情形 氣氛 情緒所感染 感染了之後 你這時候往往你說 進入角色了 然後整個的情緒就調動上來了 衝動消費了 上頭了 上頭了以後 一看他們也買啊對不對 我也買啊那沒問題 我們見過有200人的微信群 裡邊無辜消費者就倆人 那198個全是騙子 所以你在裡邊你會發現 那種氛圍根本是招架不住的 氣氛組占絕大多數 然後還有一類是什麼呢 現在其實在咱們台的315 也揭露曝光過 也就是它甚至於能夠 定制相關的產品 比如說定制所謂的網絡收音機 來送給我們的老年朋友 或者定制什麼的 專門的洗腳盆 上面的二維碼 你掃不是廠商的 正經的服務熱線 很可能給你導流 或者引入到一些其他的 帶有詐騙性質的交易之中 這些實話實說 確實是你要讓 個體的消費者 來進行有效的辨別的話 太難為大家了 包括我也是 你這個防目正防 這時候我就覺得 有一種叫什麼呢 叫做端到端的 安全防護機制 要建立起來 事實上無庸會言 在這些年以來 我們看到 各個有關部門 真的是下大力氣 在整頓相關的市場 在整頓有可能出現 針對銀髮經濟 老年人的群體的 這樣的行為 但是我覺得 一方面是要通過法律 嚴格打擊 另外一方面 我們從建設的角度講 要有全面的 安防的安全的防護體系 說實話 我也快進入到老年了 比如說再過20年 對不對 那麼我將來也是 未來的銀髮經濟的 主力的消費者 這時候我覺得 如果說有志於未來 面向老齡化社會的 這樣的一個產業鏈的企業 或者是其他相關機構 就應該下大力氣 一步一步地做好 從最早的產品立項 到最後的產品服務 全周期的 面向老年人的 這樣的服務過程 這樣消費者用得放心 他買的也痛快不是 但這裡邊有一個問題 就是剛才報然說到了 其實社會是在日新月異的 發展變化的 很多新的技術層出不窮 現在的騙子也好 騙局也好 絕對是新的花樣特別多 就連我們很多年輕人 可能都會上當受騙 何況老年人了 尤其立法它一定是滯後的 它先出現了一定的亂象 之後我們總結一下規律 想想怎麼去應對 才會慢慢開始立法 它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所以我們要趕緊針對現在已經有的 給大家梳理一下 常見的幾種騙局 我自己梳理了 常見有四種 第一種是保健品型的 這也好理解 免費體檢好不好 虛弱 但是體檢完了 那個結果你敢信嗎 他賣什麼藥 他就會說你什麼不正常 另外還有很多問題 是很多老年朋友他所共性的 比如骨質疏松 這個你抓一個基本都差不多 所以它是一個似是而非的東西 然後給你推薦保健品 賣虛高的價格 有一些好一點的可能是吃不好也吃不壞 騙了點錢 但是有一些就把腸胃就吃壞了 那可能真的就是有危險的 這些三無產品要警惕 第二類是免費贈送的騙局 還是保健品 但是這些東西這些騙子不主打藥效 它主打的是什麼 說你就買了你就吃 完了以後我過一段時間 要把這個錢還給你 你還能掙點 所以老年朋友會想說好不好用再其次 反正我這錢我又沒花錢 最後我還能掙一點 但是你前期投入的 它確實如數奉還 它就是一個龐式騙局 但是當你投的多的話 那肯定再要回來可就很難了 那打關槍的方式就有很多 系統維護 升級 這個周期等等的 第三類是投資類的騙局 比如說有的騙子會跟老年人說 你這個房本 你在家放著是放著 拿著掙點錢 你這樣你也不過戶 你就給我 然後我每個月給你封後的這種回報 老年人一想說我只要不去過戶 這房子丟不了 他每個月還給我錢 但其實背後的原理非常簡單 拿著房本抵押了 做了一個高利貸 他申請了高利貸 然後每個月給這個老人一點 但是問題在於這個騙子 捲款跑路了以後 老年人貸款這個合同是真實的 他要去還本金 他要還利滾利的這個利息 最後逼得很多老年人賣房還債 你這個想尋求法律保護 都已經很難很麻煩 而第四類就是低價旅遊的騙局 馬上五一了 我們也要說低價團 尤其免費團 你要小心 這些團它不是慈善機構 去了以後無非讓你自費 讓你購物 或者說讓你去聽課 聽完課也是買一些產品 所以最後還是以導向 你要掏自己的錢包 所以這幾類騙局 我們看到一旦有類似的 這個雷達也好 這個警惕 就要特別特別的小心 所以我特別想說 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 這句話應該是我們的一個常識 也是個經驗之談 大家應該時刻記住 剛剛我們也說到了 4月27號的時候 最高法相關負責人 根據人民法院 最近這些年司法實踐的情況 針對目前常見 或者高發的涉老案件 就生活中可能遇到的風險 向廣大老年人做出了提示 我們具體來了解一下 一些不法分子 常常以老年人關注的 養生 養老服務和養老投資等名義 誘騙老年人 建議廣大老年人 對於不了解的投資領域 和不熟悉的服務產業 在與家人充分協商 經正常渠道 清楚了解企業信用 人員資質 及法律風險等相關資訊後 再做出決定 老年人對醫藥和保健品的需求較大 有些商家和個人 以免費贈送小禮品等作為引誘 通過掃碼加好友 進入聊天群等方式 獲取老年人個人信息 創造機會接近獨居老年人 通過培養情感 或以利益優惠來誘惑老年人 進行不理智大額消費 近年來更是利用微商直播等自媒體途徑 誇大虛假宣傳食品 藥品等 各類產品的功效 對這樣的消費陷阱和宣傳攻勢 老年朋友更應注意防範 不要輕易將自己和家人的身份證號 住址 工作單位等個人信息 告知他人 以免上當受騙 我們看到最高人民法院做出了提示 不要輕易將自己和家人的身份證號碼 住址等信息告知他人 廣大的老年人要如何進一步 做好防範 除了最高人民法給出的提示 再來聽聽兩位有什麼好的建議 我覺得是這樣 第一個是什麼呢 這次最高法的提示 完全是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個人信息保護法》來的 其中《個人信息保護法》中 嚴明確的規定 無論是個人信息 還是敏感的個人信息 這點上每一個原始的個人 都擁有他天然的權益的 這時候首先 要讓我們廣大的朋友 包括但不限於老年的朋友 知道我們自己對這些信息 是擁有合法權益的 依法受到保護的 這也很重要 第二點是什麼呢 第二點是說 要通過各種各樣的科普的培訓 或者是團幫帶 然後讓大家儘快掌握很多的 信息設備 信息軟件的操作和使用 以及在線的舉報方式 還有試老化的改造 試老化的改造 App變成大字體 對 變得簡約化 這些讓他們不要把他們去之門外 試老化的改造其實基本做完了 在網信辦的相關部門的統領下 基本上號召下 各個的主要的App 都有這種試老板 打圖表 打圖表 這時候關鍵是什麼呢 我們說有一個老詞叫 數字鴻溝 數字鴻溝的這一側 可能是對數字產品信息服務 應用非常熟練的人 數字鴻溝那一側 他非常的不熟練 無庸諾言 很多的老年人 現在也非常熟練的使用了 各種類型的設備了 但是還是有不少比例的 老年的朋友 對於這些手機啊 轉帳啊 密碼設定啊 包括這個掃臉啊 這種的面部識別 相關的設定 其實還是很不安全的 而且跳出來的很多頁面 包括一些功能 他們是很難去識別的 是的 有時候一下就點進去了 他就認為可能跳出來 都是無害的 對不對 這時候我所以說 這時候呢 要讓他們跨越數字鴻溝 因為最終我們還是需要 有一個嚴密的安全防護體系 但是同時每一個用户 都有這種的安全意識 和安全防護能力 兩相配合 你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如果只有一方面的話 無法根本上杜絕相關的 這種的詐騙行為 沒錯 那其中其實我們還關注到 還有一個重要的方面 就是事實上 在我們的老齡化社會 加速的過程中 老年人對於自己的 剛才說到養生啊 健康啊 生活品質的提升啊 服務的品質的提升 都是有自己的要求的 而且他們有相同的消費能力啊 那針對他們 我們全社會 在我們的產品服務的 供給方面 其實是不是也要做好 進一步的這樣的一個 精細化的這樣一個 升級也好 或者說換代也好 讓我們的老年人 可以享受到 這樣的產品服務的同時 也不讓騙子去拿到 這樣的可乘之機 對 我們看到一些 社老的投資類的案件頻發啊 其實就說明老年人理財 這個市場 還是有一個龐大的需求的 我們剛才我們看到 有一些案例呢 可能是案進隔高達幾十億元 這個時候我覺得一些 正規的金融機構就要去反思 這麼大的一個市場 為什麼要交給騙子 能不能針對老年朋友 這些正規的機構來發力 推廣一些這個設計的很安全 又貼合他們需求的這些產品 而另外一方面呢 我們現在網購很多產品 都有七天的冷靜期 但其實很多老年朋友啊 買保健品的時候 當時在會場裡邊 被忽悠得很熱鬧 一回家他就後悔了 其實他就反應過來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能不能針對會銷 或者說超過一定年齡的老年朋友 買到產品之後 他有一定的七天的冷靜期 或者說我覺得不合適 我就馬上給他退回去 這樣的話是不是也能及時地 給老年朋友 這個挽回一些損失 那就需要是正規的銷售渠道 對 正規的銷售渠道 另外呢這種防片的宣傳 我覺得還是要沉下去 要重效果 沉下去呢走進社區 走進超市 走進養老機構 走進村屯 就是這些最能接觸老年人的地方 大屏小屏的聯動不同的方式 而第二種呢 就是比如說重效果 舉個例子 你像這幾年呢 全國的民警 都在積極地推廣 國家反詐中心APP 給大家普及反詐的這些知識 但有時候覺得效果不好 但是我們看到有的地方呢 他們警犬簽上接 非常帥氣的警犬 後背貼二維碼 你只要掃碼下載之後 就可以撸警犬摸狗 還可以跟警犬合影 很多年輕人 撸過貓撸過狗 沒撸過警犬 所以說他這個效果很好 警民關係也和諧了 推廣的任務也完成了 所以這種開動腦筋 花樣翻新 還是要追求宣傳的效果 好 謝謝 謝謝兩位嘉賓的分享 廣告之後 歡迎您回來聽主播收聽 歡迎回來 贈送禮品 打感情牌 投資養老 面對形形色色的騙數 廣大的老年人是要提高警惕了 凡是有人讓您出錢 一定就要多留個心眼 不能輕易地就把錢拿出來 此外 我們還要注意 妥善保管好自己的個人信息 不再陌生不正規的機構 網站去填寫資料 那一些不在老年人身邊的子女們 更要密切地去關注老人的生活 要了解他們的所思所想 只有我們大家共同來防範 才能不給騙子 以可乘至今 好了 感謝您的收看 希望您五一快樂 我們節目再見 為了